尖锐奔放的引擎声浪 震耳欲聋 跑车从眼前瞬间划过 搭配上滨海湾的美景 超级震撼 受到疫情影响停满 两年的新加坡F1大奖赛 9月30到10月2号强势回归 整个新加坡滨海湾地区的街道 瞬间变成夜间赛道 仅成千上万车迷前往观战 这也是新加坡F1大奖赛的赛道周围 您可以看到现场聚集了许多的人潮 就算是不在这个赛车主舞台的现场 依旧可以听得到赛车咆哮的声音 根据数据显示 今年新加坡的门票销量 突破去年26万8千人的记录 成为自2008年当地举办F1赛季以来 第二高的记录 而正所谓人潮就是前潮 光是F1赛事举办的周末期间 就将为新国带来至少 4亿2000万的观光收入 除了赛事 F1场边也看头十足 新国特别请来 吸着男孩 黑眼痘痘 以及美国知名电音DJ 明华棠等人 举办多场演唱会 让没有抢到门票的民众 同样可以享受这场盛典 确实是震撼很多 很帅 这个跟就是在电视里看 还是很不一样的 非常完美 我喜欢音乐的声音 非常感兴趣 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 也是我第一次在看F1 非常感兴趣 甚至从外面来听到 新加坡F1大奖赛 民众超买单 因此赛到周围的饭店房价 也已经从新币500标涨 到每晚超过新币2000 派对套房每晚房价 甚至可以高达7万美元 大约新台币222万元 观景餐厅也是一味难求 如今新国更宣布 伴亡的F1年底滨海湾 跨年烟火秀 也将回归迎新年 似乎就是在昭告全世界 新加坡已经准备好 全面回到疫情生活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 特别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